大家好 我是懶貓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一款遊戲呢 是我們的明朝 今天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的 手案人 他 來了 我們今天的整個主軸 會先聊一下這一次明朝改了什麼東西 然後抽卡 然後抽卡完以後呢 我們會稍微聊一下這一個新的角色 手案人他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然後他的推薦抽取程度 跟他的共鳴臉等等之類的 首先一點單版本 如果你本來是用手機遊玩的話呢 現在可以用手把 然後呢 這一個版本呢 新增了畫面性能的自動調節的這個功能 如果你有去打主線的話 你會特別的感受到 主線有一些畫面 他會把你改到 非常漂亮 這個東西呢 真的對劇情體驗非常的棒 這一個版本還有開新的這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 那活動呢有很多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大家最喜歡的這個登錄就送抽數 登錄送這一個 五抽的常駐抽 跟五抽的這個限定抽 還有 就是新的這一個地圖黑海岸 那再來呢就是有一個 群星成眠之海 這個就是讓你去跟著劇情去解 解一解以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養成的材料 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把這些東西給做一做滿一百的時候 他還可以讓你選一個四星武器 另外呢還有一個 星海石影 星海石影就是每一次大版本改的時候 都會給你的這個就是搜索進度嘛 要你去拍照啊 等等之類的 另外呢還有一個 繁星巡迴 一個版本的時間內 你只要有去做養成 他就會給你很多的這個材料 那一眼三版本基本上就是這些東西 那最重要的還是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 獸案人 好 那我們就 來衝 咪咪戰又怎麼了啦 咪咪戰又怎麼了 為什麼會亮星啊 星是什麼意思啊 是因為這台電腦沒有登過 所以他會亮星嗎 這次星 這哪是這次星出的 我這邊都會好多把了 好想要奇幻變奏啊 哈哈 沒有奇幻變奏 氣到抽大 氣到抽專武 專武這麼漂亮 是我我也抽 來吧 我老婆 手 案 人 誰 你 彈鋼琴了吧 嗯 眼睛 嘻嘻 嘻嘻 想看 你 嘻 你的劇情是開始的是不是啊 你的劇情是開始的是不是啦 你的劇情是開始的是不是啦 你又怎麼了啦 你的劇情不是還沒開始嘛 主播這個是你婆嗎 也不是不能這樣子說嘛 手腕者只能撥通X2的電話 完蛋 寶中寶啊 雙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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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偷偷問一下 咪咪蛋黃 跟大碗 抽得如何嗎 230抽2加1 還是1加1 1加1 OK 哇 哇 乾 大眾耶 有沒有哪天是可以幫我看一下BOD 我們原本從多少顆石頭來的 130抽了是不是 140 好像又要輸給大碗 那咪咪蛋了耶 幹怎麼三個人裡面 永遠最非的都是我啦 哇 很煩耶 幹抽最多的都是我 受傷的也都是我 又是怎麼了啦 燈明朝才會那個 不會再歪了吧 不會再歪了吧 C'mon baby C'mon baby C'mon baby Shower Keeper Shower Keeper Shower Keeper 嚇死寶寶了 看他真的好活喔 200抽1加0 我們先轉頭武器 看看能不能夠打贏大碗 大碗230抽1加1 我們這樣210 我們這樣210 喔 超 哈哈哈哈 有浪寶貝 哇靠 星系邪下 230抽 終於贏大碗了 我跟你講這一集的標題 就叫 好想贏大碗 繼續抽 手按人-1 我們要 3個手按人 現在才2個 怎麼都不做錯效果 我剛剛那個安可 還沒有做錯效果喔 哈 你去看哪一個實況主 安可他媽有第7個命做的啦 380抽 有沒有機會300抽 手按人2 加1呢 來個金 哇 這就是我群星的 條綠者懶貓的實力嗎 325 受影でした military 手按人3 手按人3 s 這個東西 是icz 我這支影片就會簡簡單單輕輕鬆鬆的告訴你 首先呢 它是一個治療雙爆加全傷害加深的輔助 它有什麼能力呢 首先它的普攻命中會形成這個坍縮盒 那它可以去累積這個所謂的特殊能量 也就是時論數據 後面都跟這個共鳴迴路有關 那普攻第三段有一個小巨怪能力 在時論數據沒有滿之前 你按重擊的話 你會變成蝴蝶 那在這個蝴蝶的情況下 你的移動速度會非常的快 非常適合拿來跑圖 而且還會直接自動收集旁邊的素材 在這個段下 每秒也能夠累積一層的數據直至疊滿 共鳴迴路是它普攻造成的坍縮盒 在6秒後或是達到5枚後 坍縮盒會變成耀心蝶 去攻擊敵人 那本身就只是單純的輸出技能 那傷害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不是特別的重要 最重要的作用呢 是集滿5成的時論數據的強化重擊 可以做到巨怪的作用 但跟普攻三段一樣呢 也是小巨怪而已 那本身因為這一個傷害吃攻擊力 所以是可以直接完全忽略不計的 它的共鳴技能呢 能夠進行一次瞬間的回血 那打一咪咪的傷害 傷害忽略不計沒關係喔 最重要的呢 還它的共鳴解放 共鳴解放呢 是首按人的核心技能 它能夠釋放出持續30秒CD25秒的一個星域 就是一個領域展開啦 在這個星域裡面呢 每3秒呢 能夠恢復場上角色的生命力 在這個領域展開的期間內呢 要有角色施放變咒技能 那一個變咒技能呢 能夠將領域提升一次 從原本的潛息領域 變成深淺領域 這時候呢 會透過首按人的共鳴效率 轉化成暴擊率的提升 給到在星域範圍內的這個隊友 那如果再有一個變咒技能 也就是第三個角色出來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解限星域 那這時候呢 就會給到暴傷 那每一段星域呢 都會繼承前一段的這個時間和效果 那也就是共鳴效率250%呢 就能夠吃滿暴擊數值了 所以整體的邏輯很簡單 首按人先上場 開共鳴解放 變咒給下一個 它可以是輔助可以是-C 再變咒給下一個 下一個是主C 主C打完輸出一套流程以後呢 再回到首按人收尾 那當然呢 這個邏輯是可以一直無限的 去循環反覆的 那它的這一個技能配點有什麼最重要呢 共鳴回路網上的固有技能 第一個呢 是能夠讓有人死掉的時候呢 它能夠強制復活一次 那以及第二個呢 是在星域的生效範圍內 首按人的共鳴效率提升10% 你共鳴效率這一個 原本要抽到250 變成只要抽240就好了 那如果你跟漂泊者一對的話呢 那共鳴效率還能夠再提升10% 那其他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說老實話 都可以不點 那如果你有缺一些治療的話呢 你可以點一些治療的加成 那如果你是共鳴鏈 已經到達6鏈 你想要讓主按人多打一點輸出的話呢 那你可以把它變奏呢 再稍微點高一點點 然後再去點這個共鳴解放就好了 那首按人的專武呢 叫做心序血響 它這一個專武的要點 基本上就兩個層面 首先呢它是一個低攻擊白質 但是給到超級高共鳴效率的一把武器 能夠讓手按人 湊滿250%的門檻呢 大大的降低 因為專武就提供了77%的共鳴效率 它還能夠使附近隊伍的所有角色 攻擊力提升14% 我這個是疊滿的 隨便28% 但這一把武器呢 它不太泛用 因為它必須要是共鳴技能 造成治療的時候 才會有攻擊力的提升 那維里奈的共鳴技能呢 是打傷害的 是沒有這一個治療能力的 也就是這一個武器呢 基本上算是 手按人專門在使用的 這一把武器帶上去以後呢 手按人就能夠給到 全傷害加深的補助效果 暴率暴傷的加強的補助效果 以及攻擊力加強的補助效果 基本三層區 拿好拿滿 但是呢 這一個呢 還是會被治療套 跟自身的共鳴鏈2給稀釋跳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來做一個推薦的話呢 你也可以選擇帶下位替代 那就是這一個奇幻變奏 首推的下位替代 除了共鳴效率的復值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它還能夠 額外再給你快速累積協奏能量 讓你能夠加快進入爆發的這個循環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講講共鳴鏈 我們得先說 首按人是一個0加0就完整的一個角色 如果你有額外的這一個資金想去投資的話呢 我更會推薦你把錢 留給到你的主C或負C 把他們的共鳴鏈升到1或2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還有餘力的話 你想要提升首按人的話呢 那我們就來看看首按人的共鳴鏈有什麼效果 首先共鳴鏈1的話呢 是讓領域展開的範圍再提升 150% 另外呢 就持續時間從原本的30秒變成40秒 原本尤其是長時間的覆蓋了 變成40秒以後呢 只是可以讓你更擺爛一些 那另外呢 施放這個變動技能洞悉後呢 就不會再結束星域 這也是屬於就是 你沒有特別在打循環的 或者共鳴效率沒有到這麼高的 你換回首按人以後呢 你還差一點點才能夠開大招的人呢 才會去做實用的囉 整體來說 共鳴鏈1呢 不算是太大的去改變整體的遊玩機制 那另外呢 共鳴鏈2呢 其實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給予40%攻擊的超強的攻擊拐 大幅的提升首按人的增傷能力 那明朝的攻擊呢 是不太容易被稀釋的 因為給攻擊的%數的這一個角色呢 並不是這麼的多 所以攻擊力給到40%呢 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而且甚至比武器的14%還要來得多很多 但畢竟在共鳴鏈2的這個位置 如果你的主C或-C還沒有共鳴鏈2的話 或許主C-C先提升再說 共鳴鏈3的話呢 就比較tritty一點了 它呢 能夠讓這個手按人回復這個邪咒能量 每25秒可以觸發一次 經過實戰下來的這個體驗呢 可以說這個共鳴鏈呢 基本沒有什麼用 它唯一能夠做到的呢 就是在實戰裡面的第一輪 首按人開場 能夠比較快換到下一個人 在第二輪開始的時候呢 邪咒能量基本都不會缺了 所以這個共鳴鏈呢 我可以直接直白地說 就是讓你整套循環打王 原本要花80秒變成78秒 所以真的沒有這麼的必要 自戀是提高這一個 共鳴技能的治療效果70% 那這個也是看大家的情況見仁見智 如果你不缺治療的話就用不到 再來呢就是共鳴鏈5 提升骨弓第三段跟共鳴回路的巨怪能力 在攻略升塔的小怪多的樓層的話呢 可能會舒服許多 但是如果你能夠抽到這裡的話呢 你還缺不缺這個巨怪就不好說了 共鳴鏈6呢 就讓首按人呢 從原本的輔助能力以外呢 還增加了一點他自己輸出的這一個能力 那爆傷呢提升500% 洞吸的傷害再提升42% 簡單直觀地來說 讓首按人在第三次變奏回到他的時候 如果出發洞吸的時候呢 傷害可以打個大概20萬 或甚至如果你把深海用到更高的話呢 可以打個更高 傷害差不多就是零練的精細的 噴一口的這一個傷害 深海的話呢主推的還是這一個治療套 那選4-3-3-1-1會是最好的 4-Coast的這一個深海呢 一定是選擇新的這一個無歸的謬物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深海技能呢 能夠補上一點點的傷害 再加上他還能夠給到這一個 10%的共鳴效率 再度的降低首按人的共鳴效率 衝到250的門檻 還能夠給到全隊的攻擊力10% 持續20秒 這個20秒呢 剛好也是通常是一隊 一個隊伍20秒的一個軸喔 所以非常的適用 3-Coast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共鳴效率不夠的話呢 優先選擇共鳴效率 那如果你共鳴效率已經溢出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生命或是眼射傷害加成 那E-Coast的部分呢 一定都是選擇生命為主的 六鏈要去做輸出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一個解放傷害啊 生命啊 暴傷的順位呢 拉高一點點喔 但還是要記得 首按人呢 以250%的共鳴效率為最低目標 那怎麼看呢 只要看你的這一個面板 共鳴效率呢 有230%就夠了 因為呢 你在這一個 固有技能裡面 還會再拿10% 以及 身骸這邊再拿10% 所以這樣子呢 就有250%了 那配對的部分呢 首按人所有的隊伍都可以加入 尤其對於雙爆的輸出來說呢 簡直就是 維里奈的上位版本 但主要呢 首按人呢 還是來分擔現在 所有隊伍都在搶維里奈的情況喔 現在就是變成 人人 都想要首按人的局面了喔 講完了首按人的 這一個所有的攻略以後呢 我們就來講講抽取建議了喔 老實講啦 我這邊呢 會說這個首按人呢 真的是超高泛用度的治療 傷害加深 雙爆輔助 至少建議抽一支 好 0加0辨識完整體 如果你有喜歡變奏的話 他可以解決 微神 人人都要的這一個問題 論增傷輔助強度 肯定是現在雙爆輸出的這一個 最強輔助喔 那保牌能力呢 他有全覆蓋的平滑補血 缺乏高額的瞬間治療 但是呢 其實說老實話呢 因為你在攻略這種全息高傷害的高難挑戰呢 你要比起帶維里奈呢 更需要專注閃避喔 而且呢 看完主線劇情以後呢 你難道不想帶一隻首按人回家嗎 你不想跟他說 歡迎回家嗎 那再來呢 你已經抽到角色的話呢 那要不要抽夠明煉呢 我會跟你說 0煉呢 就是完整 2煉呢 是增傷能力全開 3到5煉的這一個效果呢 是基本沒用 6煉的話呢 是有愛或是競速玩家可以考慮考慮 但不算是一個特別有價值的6煉 整體來說呢 我還是推薦0加0就好 你真的有餘力的話呢 可以選擇2加0 甚至是2加1 武器來說的話呢 最重要的呢 還是他的外觀 真的很漂亮 外觀檔的話呢 一定要抽這一把武器 但是說老實話 輔助對於專武的需求呢 都不是這麼的高 以首按人來說的話呢 甚至是先考慮惡戀以後 再來考慮專武就好了 當然 你也可以考慮抽個0加1 畢竟呢 這一個明朝的武器是不會歪的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 首按人的一個小小的攻略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都能夠留言在下面 告訴我 美美講 今天吃了什麼 吃了可愛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接下來 我吃了 明天再努力 蛤 那 BOSS是哪裏 BOSS現代 BOSS天賽 NICE NICE 天賽 哇